1967年,时间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就在这一年,时间带关键增量养的定义从一年的绩小组成部分,变为更加稳定和基本的单位,和原子吸收和发出的辐射进行一定数量循环所需要的时间。 国际单位只正式采用了这一变化,其主要动力原子技术的飞跃,从20世纪十年代到50年代中期,最精确的计时方法,世间最好的时应时钟,与地球围绕太阳的转动保持同步,只是通过使用望远镜和其他仪器定期测量恒星,划过天空的运动来完成的。 但在1955年,这一方法的准确性,被受开色原子中轻松超越,该色原子中在位于伦敦郊区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首次亮相,色中本质上是一场精确的震荡器,利用微波辐射激发电子,确定色原子某一内的频率的准确位置。 这一技术首次出现后,研究人员终于可以解决他们先前时间标准内存在的一个预知缺陷,及地球自尊重轻微,不规律的加速和减速。 现在,色中已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忘记他们对于现代生活不可过去的重要性,他们催生了全球定位系统,帮助同步互联网和手机通信,实现望远镜阵列互联,以及用于测试基础物理学。 通过我们的手机,或者低频无线电同步技术,和时间标准独不融入我们日常使用的很多时钟,自1955年以来,色中的精确度已大幅改进,每十年及高十倍左右。 如今,几率色中的计时,每千类积误差,仅为0.02纳秒。 如果我们在地球诞生之初,大约一次15亿年前,就开始使用色中计时,那么现在也仅偏离大约30秒而已。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新一代的自动时钟,使用激光代替微波辐射,可以更精细地划分时间。 大约6年前,研究人员完成了这类光学中的单离子版本,使用一个铝离子或孔离子制成,相较于色中。 这些时钟的精确度又高出了一个数量级。 现在,这项技术的一个新分支,光金格中占据领先地位。 单离子时钟每次只产生一个频率测量池,而光金格中则可通过一个强大的持续激光数,同学测量数前科原子,降低了统计的不确定性。 在过去几年内,这类时钟在精确度和稳定性上都超过了性能最佳的单离子光学中。 随着进一步的研发,光金格中将会实现138亿年宇宙诞生至今的时间的偏差不超过一秒。 那么,为什么你要关心这类精度惊人的时钟呢? 因为它们已经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些科学家将光金格中作为检验基本物理学的工具,而另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可能性。 即使否可以使用光金格中来更好的测量地球上个点时间流失速度之间的差值,这是由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重力对时间之扭曲而引起的。 测量此类微小扰动的能力,似乎一常深奥,令人难以企及,但是却可能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比如说,我们可以提高预测火山爆发和地震的能力,更可靠的检测石油和地下天然气,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光金格中可能再一次改变我们另一时间的方式。 根据量子力学规律,一个电子被约束到一个原子上的能量是量子化的。 这就意味着,一个电子只能占有围绕原子核的离撒数量的轨道区域或轨道,尽管它可以通过吸收或发射电磁辐射形式的能量,从一个轨道远迁着另一轨道。 由于能量是手横档,因此仅在这种辐射频率对应的能量与设计相关的两个轨道之间的能量靠品位时,才会发生上述吸收或发射。 原子中利用上述行为进行进食,原子例如色原子经过操控,以便所有电子都占用能量最低的轨道,然后,原子被一个特定的电子辐射频率击中,从而导致一个电子跃迁到一个能量更高的轨道,激发的失踪状态。 这种跃迁的可能性取决于指向原子的辐射频率,越接近于失踪跃迁的实际频率,跃迁发生的概率就越高。 为了探究跃迁发生的频率,科学家们使用第二辐射点,将仍处于最低能量状态的电子激发,进入一种短散的能量更高的状态。 这些电子每次从这种顺时状态恢复后就会释放光子,并且由此产生的辐射,特别光传感器例如照相机或光电被增幻不过。 如果检测到少量光子,则意味着大部分电子在进行时钟跃迁,并且传入频率可很好的匹配。 如果正在释放许多光子,则意味着大多数电子没有被失踪信号激发。 一个似服驱动的反馈环路,被用于调协服射源,以便其频率总是接近原子跃迁。 将这种基准频率转换成以秒为单位可动的失踪,还需要其他步骤方可完成。 一般来说,在原子中内测量的频率,用于校准其他频率源,如轻微波机设器和时音中,使用基本模拟电路制成的技术器,可连接到轻微波机设器,将其电磁信号转化,成以秒为单位指示时间的时钟。 当今最常见的原子中,使用色133原子,色133原子,具有位于电子频部微波范围内的电子跃迁,如果该原子保持在绝对零度,且不受扰动之后扰动,率级增加。 这种跃迁将在919-263-1770赫兹的频率上发生。 而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国际单位之内定一秒的方式,即919-263-1770赫兹不设的919-263-1770个中期的持续时间,实际上,测133并非一个完美的钟摆。 由于极不完美的环境,原子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扰动,例如,在实验室内,一个原子穿过空间的速度,可以很容易地达到100米每秒。 这种动作可通过多谱的效应,转变电子跃迁的频率,就是这种现象影响了救护车报警器,以及其他面向收听者的声源的音调,与其他原子的电子源之间的互动,也可改变电子状态的能量。 这种互动会使得电子偏离外部电子长,扰动会降低时钟的精确度,及原子的平均频率偏离其自然,未受干扰的值得差值。 其中一些此类偏移可以去除,并且时钟设计的更改,也有助于尽量减少这类偏移。 事实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感性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时物理学家研发的喷泉中。 这种时钟使用一束济光向上发射冷却的色原子,仿佛它们是从喷泉喷出的水滴。 这样,向上运动导致的多普勒偏移,几乎抵消了原子下落时产生的所有偏移。 但是,现在的色中也无法再改进了,微小的提高也越来越难以实现,并且我们目前努力做出的建核改进都将需要很长时间。 这是因为色中症,提高我们用于评估时钟的其他关键指标的上限,它们的频率稳定性。 频率稳定性表示,时钟频率随时间波动的方式,频率越不稳定,频率噪声就越大。 因此,时钟频率又是会略高于或略低于平均值。 通过细致的工程设计,可以尽量减少大部分频率噪声来源,但仍存在一个根本的不稳定来源,非常难以克服。 因为它允自量子力学的概率性质,要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顾一下原子中的基本工作原理。 我们通常会使用频率,与跃迁频率,不完全匹配的服饰激发原子中的电子。 这是因为将被激发的电子,可能会沿着中心曲线分布,在中心曲线的两侧,更容易看到频率是否发生微小变化。 这是因为此内变化会产生容易检测的效应,大幅增加或降低电子被激发的可能性,检查图寻找频率。 正因为如此,在原子中的日常工作期间,设定的时钟辐射仅有50%的概率,让任何给定的原子进行时钟跃迁,但即使将时钟辐射频率精确地设置在这一点,电子也会在测量后,处于激发或雷激发状态。 然后,似乎怀路亏错误的假定时钟辐射频率过高或过低,并会引入不适当的频率效症值。 这些错误效症在时钟内产生更多的声,我们称之为两次投射噪声,而它们正是最好的色中类,频率不稳定性的主要来源。 像许多随机造声源一样,QPM的平均水平随时间而降低,观察室中的时间越长,频率中的随机向上偏移,就会更经常地抵消向下偏移,并且造声最终变得可忽略不计。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过程在色原子中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最好的色中的稳定性需要大约一天才能达到2星10-16-2色中的温泰精度水平。 对于频率为9.2千兆和的色中来说,频率中而只以10-16的精度,转化成1.8微和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实验,让色中变得更精确。 在每个测量值都必须包含经过很长时间采集的大量数据,以便尽量减少测量值之间的随机波动。 在一系列只在驾驶中精度达到10-17提高20倍的实验中,一个测量值可能就需要一整年时间才能得出。 幸运的是,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尽量减少QPA,不管频率高低,噪声都是相同的,但其相对影响会随着频率升高而较低。 而且正如平均QPA会随着观察时钟的时间增加而减少,增加同一时间询问的原子数量也会提升线造比,一次太阳的数量越多,进行时钟月间的原子数量的不确定性就越低。 一直更高的频率是激励光学原子中引发工作的推动力,第一台光学原子中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现在采用的材料包括各类中性或离子化元素,例如孔、丝、钙、液和铝,它们的共同点是控制频率比较高,位于光谱内,大约几十万千兆克,是色频率的一万倍。 使用较高频率可减少QPM,并且还会降低几个可以导致时钟频率偏移的因素的相对影响,其中包括与来自地球或附近金属,例如巴黎的地铁线路,等外部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使用离子制造的光学中,这些带电原子会很容易地被束缚在一个震荡电场内,这将消除原子的大部分动作。 从而有效地消除多普洛效益,但是光学中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如果时钟的所有其他方面都一样,那么这些光学频率应该会降QPM降低到色原子的0.01%,但是许多光学中都是使用离子。 而最终性约可制成的,例如色中使用的离子,由于它们已充电,离子非常容易捕获,但如果紧靠在一起,它们也会很容易互相吞开,从而造成难以控制的动作,并导致产生多普的频率偏移。 因此,这类时钟倾向于每次仅使用一个离子,所以其稳定性仅为最好的色中的约20倍,紧确度仅为25倍,而色中可轻松包含上百万克原子。 为了更接近光学中所承诺的将稳定性提升一万倍的目标,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提高光学中内对原子数量,同时询问更多原子,以便达到QPM的平均值,利用光金格中,研究人员认识到它们可以做得更好,同时测量一万个或者众多原子。 这当然并非意识,要使用一万个原子制造一步时钟,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实行一个既具有紧凑结构,以尽量降低多普洱效益,又具有极低密度,以尽量减少原子间的键磁相互作用的原子集合体。 典型晶体内的原子移动速度太快,相互作用太强烈,不适合采用,因此最佳方法是制作一种独创金格的人工材料,要制作一台光金格中,开始工作与许多冷原子实验大致相同。 使用一个由移动缓慢,激光冷却的中心原子构成了集合体,把这些原子发送到一个真空容器内,其中包含一条已发射回自身的激光束。 激光束与自身重叠的区域内,产生一个干涉土样,创造出一个由树前自光坚并构成的光金格,由于一股力量将原子拖向光,强度最大的点。 因此,原子像鸡蛋落入弹盒一样落入金格,一旦原子都落入各自位置,我们就使用一条单独的时钟激光束激发原子,从而测量时钟跃切的频率。 难点在于,控制时钟原子落入金格并非一式,较为廉价的激光器的输出功率单位为好瓦,而要创建一个足以捕获,并困住中心原子的金格,我们需要功率为激瓦的光线。 但是,如此强大的激光束,会改变时钟,原子内的增加,使其越迁频率远远偏移自然状态,偏移量将随着捕捉光的强度而变化,并且该强度很难控制。 即使非常小心的较准,这类较大的频率偏移也会导致时钟的精确度大幅降低,甚至远低于手臂色中。 幸运的是,物理学家英明相取,T.H.C.C.在半世纪初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当原子被捕捉光机中时,与每个电子轨道相关联的能量就会减少。 当时,在东京大学任职的英明相取注意到,每个轨道的响应各不相同,能量先已取决于捕捉光的波长。 对于一个特定的神奇波长而言,两条轨道的片域将完全相同,因此这两条轨道之间的能量差,也将保持不变。 如果无论原子是否被困住,时钟频率都保持不变,则会产生这种神奇波长。 并且,每种元素的波长各不相同,四的神奇波长为813纳米,位于光谱的红外部分,一的神奇波长,位于光谱的紫外部分,为362纳米。 当英明相取其出它的构想时,或在巴黎天文台时间空间参照系统,LMBSYRTA部门的团队,负责维护法国的参照时间和频率信号,并且已经开始研究加次用于光学中,我们几乎立即开始工作,看看我们是否能够用辞职做光金格中。 率先与另外两个在处理冷却资方面拥有长期经验的团队展开竞争,英明相取在东京的团队和叶军,在科罗拉多福尔德留A研究所的团队,已经十年并且在完成许多项目之后,其他团队也使用四合一制做了金格中。 更多使用更获美的实验项目也在进行之中,这些项目需要更高的频率,但对激光器的要求不高,在过去几年里,在光金格中更加精确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光谱范围非常窄的时钟激光,本质上只是一个特定频率的小尖峰,我们需要这类激光来有效地探索时钟跃迁频率周围的区域,以别细致地观察时钟频率的细微偏移, 如何影响越前概率,制作窄激光的最佳方法是将其退入一个镜像枪,成为保护力破坡枪,在这个共振枪内,来回反射达到100万次以后,任意波长的光线将对自身进行干扫并抵消,只有波长完空枪长度的单位分数的激光光线才会显现, 尽管共振枪有助于绿出激光纹频率的自然波动,但该技术并不完美,从共振枪内显现出来的时钟,激光频率,可能由于热波动而不停摇晃,导致共振枪轻微膨胀或收缩, 但在过去几年里,研究人员已经找到方法来帮助减轻这种影响,增加共振枪的长度,从而减小长度细微变化造成的相对影响,震动因而得到抑制,共振枪也被冷却至低温温度,以限制热能量引起的微小膨胀和收缩,最终结果是得到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时钟激光气, 如今,在准备和探测时钟原子的几秒钟内,429太赫兹的时钟激光,可能在只有40毫赫兹左右的频率内随意移动,对于一个长度为几十厘米的典型共振枪而言, 这相当于在准备和探测光学中内原子的几秒钟内,其长度发生的变化,不超过一个至此大小的几个百分点,主要由于这方面的努力, 本来在课中需要一天时间,在光与子中需要几分钟时间,才可以达到的稳定性, 现在光晶格中只需一秒钟即可实现,接近于QPM限制,这种提高的稳定性使时钟本身成为一个工具, 精确测量原子中频率时收集数据需要的时间越少,就可以越快地使用时钟进行实验,研究如何提高时钟性能, 事实上,就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展示光晶格中,首次频率稳定性改进成果的三年后, 这类时钟的精确性就达到领先水平,时钟无法计算资深的精度, 评估一部时钟时,需要另一部给比较的时钟作为参照物, 当光晶格中于十年前首次研制成功时,最初的对比时的色光晶格中和色钟之间进行到, 这些测量结果就足以确定光晶格中的早期承诺, 但若要真正的弄清原子中的精确性,关键在于直接对比两个同类型的时钟, 如果它们在宣传的一样精确,则频率应该相同, 因此,在于2007年完成首台资光晶格中之后, 我们立即开始研制第二台, 我们在2011年完成第二台资光晶格中, 然后开始对两台光晶格中进行首次对比, 以便在不依赖色钟的情况下, 直接确定它们的精确性, 在完成第二台光晶格中后, 之前检测不到的问题很快变得明显起来, 的确如此, 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之前故事的一些缺险, 其中之一是已经困在真空墙窗口的静电电荷的影响, 我们必须让此外线照在窗口上, 以便有效地移除电荷, 我们之前在自然通讯, 发表的一篇文章, 展示了我们的两台资光晶格中, 都可达到10到16的水平, 有力地证实了这些时钟比最好的色钟更加精确, 之后英敏相取在日本和光丽化学研究所的团队报告中, 在类似的时钟上达到1018分之几, 但这次是在低温环境中测量的, 顺便说一下, 光学中的频率如此之快, 没有哪种电子设备, 能够计算它的摆动, 这类时钟对比依赖于一种仍在发展中的新技术, 频率输, 这种技术采用长度为C秒的激光波数, 创建一个由连换, 等兼具的去构成的光谱, 化月色见光和红外光谱, 实际上, 它的功能类似于光时频率的赤字, 对光金阁中进行对比的能力, 推动我们继续开展重新定义鸟的工作, 在国际单位置可以重新定义之前, 大量实验室必须证明, 它们可以实施新标准, 并且比较其测量结果, 需要确立共识, 保证足以有实验室意见一致, 另外还必须确保全世界的即时一致, 即通过对外与世界各地的大量微波时钟, 进行价格平均计算, 而创建的全世界时钟设定的时间, 协调世界时, 以及其野生的, 色终利用微信发出的信号实现联网, 并通过微波传输进行对比, 这对于微波时钟而言已经足够, 但对于散发更加精确的光金阁中信号来说太不稳定, 但是不久以后, 光学中的国际对比, 将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 专用效尾补偿系统可销出现录引入的微小即时偏移, 以此为基础的星光线连接, 目前正在构建中, 得益于一些国家和国际项目, 我们能够使用此类网络, 在巴黎的LandSYRT和德国布林瑞克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 国家计量中心首次对光金阁中进行对比, 进而完成与伦多国家物理实验室之间的连接, 该实验室拥有四合意义的时钟, 这些努力为建立一个国际计量网络扑平的道路, 该网络可能会促使为秒致定心的标准, 与此同时, 科学家们已经将光金阁中用作探索自然的工具了, 其中一个重点是测量两个使用不同类型, 原则制造的是中之间的频率比, 该笔记取决于基本物理常数, 如经细结构长数, 如果其结果是随着时间或地点发生变化, 就可能揭示新的物理学现象, 光学中也可能为天文学家带来益处, 原则中, 用作设定天文学的时间基准, 让天文学家可以将使用分隔数百或数千公里的望远镜, 所收集的光线结合在一起, 产生一个虚拟望远镜, 即角度分辨率相当于横跨整个距离的三个望远镜, 所具有的角度分辨率, 随着光学原子中日历成熟, 它们可以促使光学望远镜具备类似的功能, 不难想象, 光经格中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脚下的世界,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位于地球密度较大部分的时钟走动, 比位于密度较小部分的时钟慢, 尽管可以使用重力仪测量任意点的重力, 但测量重力时, 可能会揭示地球内部不同的深层结构, 则必须通过整合地球表面不同点上的重力仪测量结果或者测量卫星回导来完成, 计量学家和大地测量工作者现已联手研究光经格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有可能会将它们散布在全球的不同点上, 被石油探测、地震监测和火山预测等工作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 在不断提高光经格中的稳定性和精确性方面,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已经开展大量研究来减轻开启辐射的影响, 在零温度下, 任何物体都会不可避免地发出这类辐射, 包括容纳石中原子的真空腔, 当真空腔与原子相互作用时, 会改变是重月前的能量水平, 这种偏移可以在事后进行校正, 但必须获得真空腔的精确温度和辐射率, 另外,还可以将原子封闭在一个低温环境中, 或者使用本身的黑体辐射敏感度较低对原子种类, 例如, 我们的团队正在研究这一途径, 在2020年之前, 新一代的超斩激光器, 也有可能帮助将以秒数据采集后的稳定性, 提升至10到17, 这将让我们可以实现高于10到18的精度, 比色中精度高100倍, 随着光金格中变得越来越精确, 其应用范围也将不断扩大, 但即使光金格中大获成功, 我们也不会放弃色中, 后者的结构更加紧凑, 且造价较低, 在未来, 光金格中可能会被频率更高的时钟取代, 这种始终依赖原子核内的能量跃迁, 而非为热气周围的轨道上, 电子之间的能量跃迁进行工作, 尽管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相关探索, 但这类核跃迁, 大多超出安全激光技术的能力范围, 但不久以后, 另一个时间标准将会诞生, 可能会对我们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正如时间, 永不止不一样, 我们测量时间的能力也将不断提升,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